今天我们要看来这个洞是云南昆明石林 里面有一棵地下深潭 然后水非常的深 然后呢我们现在需要穿过这个人工通道 也就是以前修的那个石梯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水的旁边 上面有钉打之宫 太阳从上方照下来 把整个大厅都给点亮了 然后看这里就是那个龙潭 碧绿青秋 里面还有鱼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生物 小杂马 好我们继续往前方一看 这里是一条石子路 然后左边是一条地下喉 看这里 雾雾茫茫的一片 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龙 一般在我的印象当中啊 有水潭的地方都有蒸笼存在 看了之后没有 我们继续往洞的深处 出发 水星进来之后看到没 这像是沙漠一样 然后这里又有一条地下通道 像是寒洞一样 然后看这边 全种细细碎碎的泥土 穿过前面的这个动道 我们来到了一处黑暗的大厅 看 面积还挺宽阔的 这里的路 看上去还比较平 水已经干涸了 水量充沛的时候 都是被水给淹没的一片地方 看 现在非常平整 这道洞群里面如果发生战乱的迄今 躲在这里面也太安全了 安全感爆棚 这实际上还有字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洗的 不知道是什么寓意 好我们继续往前 这个洞还挺大 看这里有一些中日式盖花景观 看这地上 已经干成一块一块的饼了 看上面还有饼符在飞翔 好 这地上坑坑洼洼的 像一个个的脚印 里面如果没有定筒的话 根本就走不出去 你看这里又有白色的中路石 再往里面走 东大越来越低了 看来这边是要到尽头了 哎 没路了呀 顶方也没有路 这里还有个坑 但是也是不同的 这里好像有人跑过 可能是挖宝的 好 我们现在又看到了字迹 十三岭 难道是2013岭洗的吗 现在没返回出去 好 到了洞口了 看到了丁岛之宫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终观 里面忧生不举 这里就是这座桥了 看 这个就是这个洞的景观 现在我们的队友已经往前走了 我现在要追赶他们 爬上这段十梯 看到这里让我想到了三书笔下的盗墓笔记 看这个洞 这个十梯 就在洞穴里的十梯战道 现在我们出洞了 马上就 这十梯战道 这十梯听说有个81梯 九九八十一梯 看到外面的员工 右边这里太危险了 如果有栏杆的话会更安全 看 零带久运 然后都已经开始坏了 这些进驻 现在我们返回了 你这道具人 你这道具 我说 我说 我说